东莞市顺其手带实业有限公司创建于1995年 历经27年探索发展 当前业务横跨欧亚大陆 在英国有独立设计师工作室 在东南亚各地投资建厂 集团年产之过亿 员工近千人 主营业务丰富 产品种类包括礼品包装 国际贸易时款待 高端奢侈品手带与提具产品等 可满足不同客户多样化的生产开发需求 2017年 顺其手带凭借扎实的工艺水平 自动化生产线与大量产品专利 通过了东莞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同时入选政府倍增企业行列 2018年在海外多个国家 扩展了大型生产基地 如缅甸 越南等地 并未打破国际贸易关税壁垒 将继续投资布局印尼等多个捧毁至国家 在香包行业27年深耕 使得我们获得了多个携手并级 信任同行的客户国外 除了海外客户 顺其同样重视发展内销板块 服务包括 李宁以及多个头部电商品牌 主播与思域客户 为应对变化迅速的快时尚领域 即使是数千个产品的订单 也可在一个月内完成开发到生产发货 怀揣着中国品牌梦 有了强大的生产能力作为支撑 顺其首带于2013年创立了自主品牌 Jelly Amuse 品牌早期借助英国设计师工作室的助力 主打独立设计的英文风格中高端相包 以手臂上的英文风情作为品牌特色 受到消费者的一致好评 2014年3月 Jelly Amuse 英文风情为设计主打理念的系列产品首次亮相 特邀英国名模拍摄的商议宣传片 与产品获得业界一致好评 后陆续与万达文化旅游城 香港时装展会 凯斯博览会等签署战略合作计划 2016年 Jelly Amuse放始人接受安徽卫视采访 同年接受腾讯东莞城市力量的节目采访 2017年 Jelly Amuse过东莞政府举办的企业品牌故事大赛 话会评讲 2021年 Jelly Amuse主抖音平台开始品牌自播 良好的品质与优秀的供应链 得到抖音多个头部主播的青睐 达成深度合作 持续供给国际一线奢侈品牌水准的女士包包 同年11月 顺其手带通过抖音王牌工厂认证 在工作 家庭 社交多种场景边界交融的快节奏时代 Jelly Amuse选举简约经典包型 结合纯色优质牛皮 借助实力工厂的一线大牌对应的生产能力 适配现代女性 风琴 商 出游等多个场景 展望未来 顺其集团与Jelly Amuse顶牌将继续砥研前行 力求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金字名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 Interior